欧欧开战依旧燃烧 在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之后 全球能源短缺 国际油价也不断飙涨 布兰特原油8月交割价上涨了1.4% 售在每桶117.6亿美元 西德州原油7月交割价也上涨 售在每桶116.87美元 沙udi 阿拉比亞和其他OPEC Plus 国家 明天宗主席提升油 加热量 以为温暖油价格和国际贵 而OPEC Plus 统一在7月时 将石油产量提高到64万8千桶 相当于全球需求量的0.7% 与6月时的43.2万桶相比 石油产量明显扩大 而美国总统拜登也正考虑 要对沙udi 阿拉伯压低油价 但在这之前 拜登恐怕得先修补与沙国之间的关系 拜登上任之后 推翻前朝欧巴马和川普时期的政策 也就是不再支持沙udi阿拉伯介入夜门内战 这让沙国相当不满 但随着俄乌开战 波斯湾国家不愿选边战 也开始与中俄走得近 都让美国担心 最近拜登之后 厨房杀国能否让两国关系回温 引发全球关注 三里新闻 里的横报道